現在我們請大家把SWY HOME 3D先打開 那SWY HOME 3D這邊呢 我們上次是做到大概是像這樣子 像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你要拿老師這個檔案的話 我放在哪邊呢?放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裡 你可以從OneNote進到我們的上課錄影片 這個是在第12堂 在第12堂裡面 老師有把我們上課的這個檔案 把它放在這邊 你可以按右鍵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子的話呢就可以用你的SWY HOME 3D打開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免安裝的版本 麻煩你先把軟體打開 請你先把軟體打開之後 再到這邊 用開啟救檔的方式 從檔案 開啟救檔 或者你按這個也可以 開啟救檔 那再去選到它 這樣才可以打開 好不好 你如果是用安裝的沒有問題 就跟一般各位平常用的Office Adobe檔案一樣 點兩下就可以開了 這個是第一個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之前的檔案你要怎麼把它打開 來 那我順便開一下這個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允許老師即時加上中文字幕嗎 OK嗎 可以 可以 太好了 終於有人 可以打麥克風了 好 OK 那 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 比較麻煩 其實我們在 3D裡面 它其實也有一個 用範本的方式來打開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老師 就是 從檔案這邊 你按下去之後呢 好 我們現在那邊沒有看到畫面 沒關係 我抓一下 你按下去之後 在這邊有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 從 新增這個範例的部分 從範本新增範例 你就可以從這裡打開 那麼 我們Srium3D 其實它有 總共 在這裡 總共有9種 你的 不同的 這個範本 提供給你使用 這個呢 會隨著 你的 工作年齡 然後慢慢的變大 剛開始呢 這只有工作室而已 再來 做了幾年之後 你可以買一樓公寓的 接下來 可以買二樓的 再來三樓的 接下來有陽台外凸的 有沒有 然後最後是四房的公寓 還有地下室的 還有有格樓的 甚至有挑高夾層的 那它總共呢 有九種 這九種 範本 它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 它的上面 裡面 這些牆壁也好 瓦片 裡面的這些家具 都沒有上材質 都沒有上材質 所以說 因為它希望你自己去做 所以 這裡呢 你任挑了一個 比如說 我先選 工作室 你就選擇 使用這個範例 你就會發現 在這邊 它就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這裡面呢 你就有了 好 就跟我們現在一般買房子一樣 你本身 找到的就是什麼 就是它 已經 蓋好的 你就負責 裝潢裡面就好 有沒有發現裡面這些 材質都是 單一顏色而已 它希望你自己去設 上的 那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你也可以 如果剛剛這裡面 你覺得不夠的話 你也可以按 尋找更多的範例 這個時候 它就會打開 網路上 它官方網站上的 畫廊 也就是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有提供 很多的範例 這些呢 你如果覺得哪一個比較喜歡 你就可以直接下載 這個 SH3D的檔案 如果你覺得 還不是很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 3D animation 因為我們在 Zwium 3D 它是可以 輸出這種 所謂的 互動式的網頁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 現在裡面 做一個互動 跟預覽 像現在這一個 範例 就是比較新的 你可以從下面這邊 切換不同的視角 然後 你也可以 用滑鼠進去看 好 所以這個是 一個 蠻特殊的 那你如果下載下來了 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我們 Zwium 3D打開 修改 這個部分 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說 以後 你想要 使用 它的範本 直接去做修改 也可以 這樣OK嗎 我來看一下 喔 還有一些同學要加入 來 好 這樣可以了 OK 所以如果剛剛同學 比較晚加入的 請你 先把我們的Zwium 3D打開喔 如果 待會兒呢 老師上課過程裡面 沒有看到有同學要加入 你可以開麥克風 跟老師提醒一下 好吧 順便先調查一下 好了 你們之前有沒有 上過遠距的課程 像這個樣子 直接在線上的 有嗎 應該沒有老師 上課還有助手幫你做翻譯的 有沒有 應該都沒有喔 好 好 如果你覺得 老師講的不清楚 或者是 有什麼地方 不確定的 有問題的 不要客氣 我們下面這裡 在下面這個地方 有舉手 有舉手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 這樣老師有看到 或者你就直接開麥克風 講一下 老師就會先停下來 看一下你的問題 當然 如果你覺得說 誒 有些時候是屬於操作性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 把你的畫面跟老師分享 我就會 看一下 這樣OK嗎 好 看起來大家沒問題 了 好的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這邊來啦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上次我們坐到這邊 那 還有同學要進來 OK 來 好 有兩位同學現在加進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來看一下 我們跟同學介紹一下 上次我們有介紹過一個 就是那個 叫做 建立房間 對不對 對 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地板的工具就是這一個 好 在這邊 那 我先把字幕關掉一下 好 又有同學進來了 你們的暱稱都很難 很難跟你們的名字連連結在一起 各位這樣子 老師的聲音或者畫面會不會delay太多 有沒有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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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謝謝你 謝謝 OK 來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上次講到這一塊 在這邊 那 你今天呢 透過房間 你可以做 像這樣的地板 我們上次呢 也透過了紋理 把它貼上去 那麼其實 像在這裡啊 還有一個我們可以做成像步道 好 就是 比如說你要做石頭的走道啊 像庭院 我們可能都會鋪一個石板的那種方式嘛 那 當然你可以用真正的石頭 其實用我們的房間 這個所謂的地板也是可以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的樣子 我找個那個網頁給各位看一下 好 在這邊 你如果進到我們的這裡 好進到這邊來齁 那 在我們 上次介紹的這個 老師真理的 網站裡面 這裡有很多的作品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們來看一下 步道步道 好 像這裡 像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 像這樣也是步道 像這樣也是一個步道嘛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你也可以利用我們的地板 去把這個東西產生出來 那這個 我們要怎麼樣來處理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看齁 這個水溶3D 我們怎麼樣來處理 那各位呢 你在做的時候 你就心中有想法啦齁 那因為呢 畫的過程不會長得一模一樣 比如說我想要這裡 從這邊 畫過來 走過來 然後再走過來 再走到你的大門 走到這裡好了 好 所以呢 你就是沿著它的外圍 沿著外圍這樣子 畫過來 畫過來 這樣就可以完成 好 那中間過程會有不規則的形狀 你就不要理它 那我們馬上來試看看齁 好 好點到這裡 我就來按一下 按一下放開齁 點一下 點一下 好到這裡 過來 到這邊 然後你就再沿著 它的外圍再走回去 好這個過程裡面 也許你會有不滿意的點 但是沒有關係 又有同學要進來了齁 好 到最後結束 多多兩下 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下面這邊 是不是就有 一個 這樣的地板產真出來了 如果不滿意的時候 好 又有三位同學進來了齁 OK 欸 欸 有一位跑掉了 好 又有三位同學進來了 好 那你現在看到這邊的話呢 它下面就有了 對不對 那麼如果你覺得不OK 記得 你可以做調整齁 那你用上面的箭頭 不管是牆壁或是地板 你畫完了之後就是 回到箭頭的工具 你再來針對它做調整 那在調整過程裡面 如果你有需要 就是 呃 因為呢 我們預設的話 它會怎麼樣 有一個像磁鐵的吸附效果 所以當我在移動的過程 移動的過程 它會卡卡的 好你就可以按住 鍵盤上的一個 ALT 好這樣有看到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自由的移動它 好那當然節點不夠 你就在上面按右鍵 選擇 增加房間節點 好現在按右鍵 你們沒有看到沒關係 但是你應該知道 這裡我把它抓下來好了 好在這邊 有沒有 增加房間節點 好 或者要刪除 就按右鍵刪除就好了 OK 好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現在呢 就再把它的材質 把它改變一下囉 我們就 在這個 步道上面點兩下 好 現在在這邊我就來紋理 這個地方按下去 那如果說你要找石頭 當然我們這邊可以打快速鍵齁 好這邊我們就來加上去 你可以打上石頭 那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跟石頭相關的 看一下 這是牆壁的 老石頭 這個效果是不錯的 有沒有 像 有些地方是用這種的 石磚的 好 我們就找老石頭 確定 確定 有沒有 這樣就鋪上去了 好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它設定一下就好了 所以效果應該都會蠻不錯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又有位同學要加入了 來 好 有沒有 同學這樣看過之後 對於這個步道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 你怎麼樣從 所謂的範本 去新增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針對 這個 我們講的 繪製房間這樣的功能 其實也可以拿來做一些步道 效果也蠻好的 這個是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OK 如果有問題的 你可以先在下面這邊 就是 提出來 好吧 在訊息這邊 那你也可以打開你的麥克風 可以 用講的 比較快 給各位練習兩分鐘 待會我們再來看 柵欄 還有牆壁這邊 怎麼做